打扮成土地公造型 身上披個黃布 手上提籃子 走進彩券行看到人 就過去要錢 被拒絕還賴著不走 高雄人舞區居民很困擾 十塊而已 他每次有這種來 到時候都十塊而已 他就沒給他 他不走 他要看錢稅 到時候我們看錢稅給他 沒有跟他拿錢 然後就走了 沒給錢還不行 扮成神明沿街討錢 把居民嚇壞 因為有好幾戶都遇到同個人 就有人上網發文 說土地公站在店門口 疑似想跳舞搖頭拒絕 他卻站著不走 店家決定把鐵門關下 結果土地公竟然用力踢鐵門 把他們嚇到傻眼 不少網友看了卻歪樓 說如果能跳十六噸就給錢 還有人說朋友的小孩也被嚇哭 有印象好人做罷了 涉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二條規定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 乞討教話不聽勸 可處三日以下居留 或新臺幣一萬兩千元以下罰還 雖然警方沒接獲報案 但已著手調查 打扮成土地公 沿街要錢 要不到還不走 情緒失控踹門 讓民眾恐懼引發亂象 三零四位徐士庭 會想要告訴我們